今年以来 宠物用品行业无论是从企业数量 融资数量还是IPO数量来说一直是市场的热点 特别是下半年以来 多家宠物用品企业冲击IPO 宠物赛道延续高景气 业内事表示 由于宠物消费在国内兴起时间较晚 外资品牌借助先发优势 长期占据大量市场份额 随着今年来国产品牌的崛起 国内相关企业持续加强自主品牌的建设跟投入 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我们现在世界的工厂 我们都已经布局的差不多了 不管是中国还是东南亚还是新西兰 这三个阶梯的制造市场 这个产能是会不断地去满足海外的市场 以及中国的市场 所以说中国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它应该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棋查查数据显示 我国现存202.3万家宠物相关企业 其中2022年1月至10月新增80.4万家 同比增加28.2% 2022年1月至10月宠物行业融资数达55比 其中有公开融资金额的达31比 融资总额超3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以来A股市场也迎来宠物用品企业上市潮 多家企业先后登陆资本市场 宠物用品赛道整体延续高景气 那么我们相信随着宠物行业相关的这些公司的上市 会吸引到更多的资本市场的资金 对它进行一个关注和投入 首先呢 对于宠物食品行业来说 它可以借助到资本市场的这一个工具去获取更多的资金 从而更好的可以提高它的自身的产能和产品的质量 那再一个呢 除此之外 就是对于我们像宠物医疗服务相关的这些行业来说 由于它自身的这个服务半径相对较小 规模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如果当它上市以后 其实是可以很好地提升它自身的一个品牌的知名度 从而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发展 对于宠物医疗服务相关的这些